我們接下來要上的東西是有關於所謂的吸熱跟放熱 物質在發生物理變化或化學變化的時候 經常會伴隨能量的進出 我們就把它叫做吸熱或者是放熱 有的會吸熱吸收能量 有的會放熱放出能量 比如說融化跟氣化是物理變化 它要吸熱才會融化跟氣化 比如說加熱分解要吸熱才會分解 這是屬於化學變化 這是吸熱的變化 還有會有的會放熱 比如說凝結跟凝固是物理變化 凝結跟凝固的時候會放熱 比如說三年中和我們教你記過 它是會放熱的 燃燒是劇烈的化學變化產生光跟熱 所以它也是一個放熱的化學變化 基本上我們國中語詞上寫的是吸熱或者是放熱 但是呢實際上講的是吸收能量或放出能量 只要是吸收能量吸收光吸收電 我們都把它叫做吸熱反應 吸收能量我們就稱為吸熱反應 放出能量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放熱反應 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絕大部分都是放熱 所以你放熱不用備 你放熱不用備 你只要備吸熱就好 你把吸熱備起來就可以了 沒有備過的就一律都是放熱 一律都是放熱 比如說電解電度電鍊 三下的時候會加 叫吸收電 吸收電去分解 所以它叫做吸熱反應 光合作用 吸收光 所以我們稱之它為吸熱反應 加熱分解 這些東西都會受熱之後會分解 我們都教過了 氧化孔我們也教過了 碳酸鈣跟碳酸鈣通通教過了 它們吸收熱之後產生分解反應 所以這叫做加熱分解吸熱反應 還有加熱去結晶水 吸收熱解晶去掉 這也是化學變化 我們教過兩個 一個叫做氯化雅菇 一個叫做硫酸鈣 你要記得顏色 有水氯化雅菇什麼顏色 美水氯化雅菇什麼顏色 有水氯化雅菇什麼顏色 無水氯化雅菇什麼顏色 然後加了水去掉水 顏色會怎麼樣的改變 然後基本上它是一個化學變化 它烤一烤把水烤掉 所以叫做吸熱的反應 叫做吸熱反應 還有尿素甲醛素質聚合 尿素甲醛素質聚合 也是一個吸熱反應 但是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去摸那根四管 會覺得它是熱的 那應該是放熱啊 那個放熱的原因是因為 在一個實驗裡面 我加了濃硫酸蛋 빠化劑 濃硫酸脫水吸水的時候會放熱 所以你會覺得它摸起來是燙 但實際上尿素加甲醛的聚合本身是吸熱反應 本身是吸熱反應 就是所謂的國中所學過的吸熱的變化 希望你能夠記住 你沒有背過的就全部都是放熱 蕭山甲跟食鹽溶於水 這個溶解 剛剛講過有人把溶解當作物理變化 就隨便啦 其實鹽巴溶於水到物理變化會怪怪的 像這都是會知道什麼都會解離嘛 所以當物理變化其實不太對 或沒關係不管它 這也是蕭山甲溶於水會吸熱 是我以前做實驗請你注意過的 你記得嗎 我要你做實驗的時候去摸那個管子 是熱的還是冷的 你記得嗎 你摸起來是冰冰的 它是一個吸熱的變化 所以要請你記住 這就是吸熱反應 你記得它沒背過的就是放熱 那就是所謂的質量守恆定律很簡單一句話 反應前有幾公克 反應後就有幾公克 它說質量守恆定律 但是請記住要講質量守恆 必須要把所有的玩意兒都算進去 才會質量守恆 我們上課都舉過例子 什麼 鐵去給它氧化啦 結果出來質量應該會怎樣增加 因為你多了氧啊 所以必須要全部的東西算進去 你才會質量守恆 如果你有少算漏算的質量就不會守恆了 這樣子了解一個質量守恆定律 那我們前面交的物理變化有交的化學變化 但是通常一個過程中 常常是既有物理變化也有化學變化 我們交給各位的例子就是蠟燭燃燒 基本上蠟燭要燃燒是要變成氣態的蠟 所以你原來是固體的蠟燭 點火之後融化變蠟油被燈心吸上去 變成蠟蒸氣然後就燒起來了 所以前面這一段 物態變液態 液態變氣態 叫做物理變化 然後最後呢燒起來了燃燒 這就是所謂的化學變化 那麼這個化學變化是蠟燭 那應該會知道蠟燭燃燒應該會產生什麼東西 蠟燭燃燒應該是產生什麼東西 Number 31 31號 蠟燭燃燒產生什麼東西 蠟燭是有機化合物 所以它應該燒完會有什麼 有機化合物幾乎不是大家都有氫 但是很多都有氫 有蠟一定會有一個碳 一定會有一個碳 所以有機化合物通常燒出來會有什麼玩意兒 跟那個高雄細胞的產生東西是一樣的 蠟燭燒 燒出蠟燒也太誇張了吧 是蠟燒燒完變成什麼啦 還有一個 氫氣 氫氣喔 請坐 氫會燃燒啦大哥 這只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過程中是既有物理變化也有化學變化 很簡單 麻煩你記住 剛剛講過 請你記住 國中所學會吸熱的化學變化 你沒有背過的就通通都叫做放熱 這就是我們跟這裡跟各位所交的內容 好 請問我們來個部份的部份 好 好